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剛剛發夢見到一隻熊打倒一隻牛 不知道是否有啟示 你做一群舞題嗎? 有投資公司說美股現在在熊市 接下來會跌至少兩成 這麼說股幣危危苦 我是否要把股票丟掉? 冷靜點先 都要看看現在是紅1、紅2還是紅3 有甚麼是1、2、3 牛熊屎這個大象徵意義的形容詞 已經考究不到是何時面世 為何熊屎代表持續大跌史 有人說是因為熊攻擊獵物或敵人 都是用紅掌向下揮舞 也有人說是幾百年前 有些專賣紅皮的中間人 原來已經開始玩棋貨 獵人都未開始捉紅 中間人就已經開始在市場上兜售紅皮 他們當然希望之後紅皮價會跌 入貨的成本就可以降低 所以後來紅就代表著跌市 回到現代 一般大家都會將熊市定為股市 由近期的高點下跌兩成 有些學派將近期這兩隻字 都定為一個很嚴謹的標準 就是兩個月內跌超過兩成 紅市分三個階段 第一期出現在市場投資氣氛最高漲的時候 大家都還沉醉在市道大好的假象 只有小部分的投資者察覺到不妥 開始靜靜地設置離場 大市雖然可能仍然創新高 但交投已經開始淡 未能夠同步創出新紀錄 到紅市第二期 大部分人都還未醒覺 以為沽額只是暫時性 是調整一下 但其實上市公司的盈利已經開始走下坡 一直到最後的紅衣 大家終於都發現公司股值原來過高 經濟又有倒退的跡象 很多不利消息傳出 於是瘋狂拋售股票 氣氛變得極度悲觀 嗯 說了這麼久 有什麼策略對付這隻紅 紅哪裏你來對付 當然要把牛出場 用兩隻角撐死他 你知道嗎 紅衣之後就是牛一了 牛一? 我有排都沒有牛一 不過你想提早送生日禮物給我 我也不去的 救命啊 你真是牛皮燈籠 嗯 嗯